哈囉,大家好,我是婷宇 歡迎收看《月家新語》第三季 我的名字是黃婷宇,我來自台灣 我是新加坡華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家 我是2014年年底的時候加入新加坡華樂團 當初為什麼會來新加坡呢? 是因為愛而來的 然後呢,現在來新加坡應該也有八年了 然後喜歡上這個地方,喜歡上這個樂團 喜歡同事各方面的 所以就繼續待了下來 Cello它的音域是跟人的講話最接近的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人聽到Cello的聲音 應該都會覺得很熟悉、很舒服、很溫暖 Cello是以前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媽媽帶我去聽馬悠悠的演奏會 然後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當時是被那個聲音給吸引住的 我覺得哇怎麼 記得不太清楚,可是就覺得好溫暖 然後好好聽喔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做過JJ的MV 還有邱峰澤的MV 然後在疫情的那時候也做了Demon Slayer的主題曲 我覺得有很重要的是 就是如果能夠敞開新房去聽聽 或是去看一看 現代人現在的小朋友都在聽怎麼樣的音樂 現在大眾喜歡的是怎麼樣的音樂 也是很好的一個自我提升 作為職業的媽媽我覺得真的是不容易 當然全職的媽媽是更不容易 他們每一個都值得一個月三萬塊心筆 我覺得最大的struggle就是你在工作的之餘 你剩下的時間要完全的陪小孩 那還有你自己的時間 你要怎麼分配這個時間 然後我最喜歡的運動是皮拉提斯 那現在有小孩的時間少了一點 但是我一周都會找老師上課兩次 然後會去慢跑一次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 但是如果很長的時候就是沒有辦法 可能是半夜的時候抓時間做 自己做 很多時候已經沒有你自己了 你今天當了五個小時的媽媽 當了三個小時的演奏家 當了兩個小時的人家的妻子 那你自己呢 黃小姐以前喜歡做什麼 我喜歡吃 我喜歡做皮拉提斯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不是完全完全的失去自我 所以一個禮拜中 一定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這是我的想法 讓你做的 我hoho 我平安 那你很快 我來捨一細什麼 是很快 我來捨一包 我只是很快 我來捨一條 我來捨一條 我抓不到